南投縣政府編輯的第一本科語繪本進行發表 由來自台東創作經驗豐富的彭穗玲老師 指導師為新傳師共同完成 透過在地的故事傳承客家文化 非常有能量、很有價值、又很有意義的一本繪本 那也希望由這種繪本的創作 希望大家好可以感受 可以喜歡上我們客家 這一回我們透過科語繪本的方式 能夠讓小朋友們 乃至於對於客語有興趣的成年人們 他們也都能夠作為一個入門的書籍 這本科語繪本分為四個小故事 除了是創作者情深盡力 加入想像力和創意 描述如何以客家美食帶一群孩子學習 921大地震後的重生 孩童時期的趣事 以及和布隆族文化的對話非常豐富 那我就想到 啊這個小時候撿火雞蛋然後被火雞追 這種的經驗就發表給我們的所有的夥伴聽 啊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們大家全體的投入 那有一些夥伴很會畫 那有一些畫很會其他的修飾等等的 再透過團員的一個合作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整個繪本內容除了用客語編輯 力求文字的使用和拼音的精準正確外 並設計吸引學生學習的有趣圖像 更是一本有聲書 不但適合小朋友學習 當成課語輔助教材 也很適合成人閱讀及學習 透過這個繪本的方式來傳承客家文化 那客家這個繪本裡面呢 有透過一些小故事 作者的一些親身經歷的小故事 跟921重建了一些的心理歷程 來發表這個繪本 讓我們的小朋友們 學生在地的小朋友 可以更深入的透過繪本了解 當初的一些的狀況 那客家文化的傳承 值得大家一起來推動 除了藉由新船市的力量推廣外 文化局期盼透過繪本的出版 除了豐富南投縣的客語學習教材 並有助落實客語鄉下炸根 記者洪一輪南投市採訪報導